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是6月4日 所以井仔我都会去跟大家讲讲关于六四的事 但我讲的六四就跟其他人所讲的六四会有所不同 因为其他人讲六四事件 他们就是从一个真实的历史角度出发 他们会分析很多政局的事 又会搜集很多片段、图片、影像去造成 去跟各位还原当时六四的真相 因为六四这件事被外国势力抹黑了很多年 亦被人用来做藉口去做集会做了很多年 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香港社会的荼毒 特别是年轻人那辈的荼毒 是来得相当之深的 所以今天井仔我打算从一个90后的角度出发 去跟大家讲讲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 看六四看得这么负面呢 究竟那群的年轻人在成长期间发生了什么事 而令到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看得这么负面 而令到他们对六四有一个这么负面的看法呢 这些井仔都会透过自己的经历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其实今次属于一些我井仔自己的经历分享 并不代表全部的90后 如果大家都支持我这样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 都希望各位可以在留言区下面留言一声支持 去鼓励一下我井仔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就记得留言订阅、赞好、分享给朋友 而订阅了的你也记住要打开小铃铛 事不宜迟,节目正式开始啦! 首先开中名义去讲一讲重点 其实我在中学时期的时候 我确实曾认为有军人是有杀害学生这件事出现的 而且我在中学时期也有参与过六四的集会 但我相信有看我的观众都知道我现在的立场是如何 而我亦相信看我的观众 大家跟我一样都是正常人 大家这几年经过网上的资料收集 大家都已经知道原来以前人家说的那套六四根本就是骗局 根本就是大话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整个真相了 也都知道所谓平民被军人去杀这些根本就是大话 相反其实军人才是六四事件的受害者 有不少的军人才是被平民去伤害 去烧他们的屍尸 但是究竟为什么会令到中学时期的我会有这个错觉 认为军人是有屠杀平民这一件事呢? 其实最大的影响是因为我在中三那年上中史堂的时候 那一天我们的老师是没有教书的 他就直接去播一条片 去播一条所谓六四真相的影片 去给全班看 大家现在都应该明白 我们当时中学生整班中学鸡看的影片的内容究竟是怎样呢? 其实是很催泪 然后有很多暴力场面 有很多很善情的画面 又有很多人哭到声嘻力吠地说 快点找人救他呀!快点找人救他呀! 那些大家都明白 其实一班中学生老顺都没关系 所以当时有很多同学是看到情绪很激动 在那里哭 然后就是当老师播完这条影片之后 我们是全部同学 是全部同学 大家都是一致认为老师播那条片的内容才是真的 直到过了很多年 至19年之后 大家多了一些正常人的资像浮面 大家才知道原来他们说的东西才是假的 然后当时我们整班学生就会觉得 无论共产党做些什么都好 只要是共产党做的东西 全部都是和邪恶画上等好 所以当时是全部人对于所谓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观感 是差到没得再差的 而且播片给学生看这一样东西 其实就真是无独有偶 因为大家不难想象 那我那班有看 按常理去推理 其实我旁边的同学全部都有看 我最后都有问回 他们个个都说 是呀是呀 上课时的老师也有播 其实按此推理 其实当时大我一年的师兄 他们都会在我中三年有看过那些影片 我的师弟都会在下一年同样时间 就会看到这些影片 那我其实也有个疑惑的 就在想 咦 会不会只是我家学校才是这样呢 那当时我也有问过一下 其他同学 其他学校的朋友 那他们个人都有看过相关的影片 不过就未必是中士堂去播 那但是最夸张的是什么呢 最夸张的是 我身边的所有同辈 其实每一个人 都是经过不同的途径的情况之下 是有看过这些所谓的六四真相影片 而最夸张的是听过 居然是有老师是用数学堂 甚至乎体育堂去播这些影片 其实真是洗脑 坏了大家 很少人之后能够看回整个真相 老实说 好像我这些年纪 会是正常人立场的人 其实真是很少很少 其实就是在中三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是学校还是那个老师 其实是已经为所有的年轻人的心里 不知不觉埋下了复仇的种子 而且还要是在心里 因为他们已经生根发芽都不自知 结果去到19年的时候 就有很多那些年轻人 有些没有钱收他们 都会出来搞事 还要觉得自己是英雄 觉得自己是革命 大家就会明白 然后我又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中五那年 其实都有去过六四集会 其实当时为什么会去呢 理由很单纯的 就是朋友叫我去就去 没有怎样想其他事情 有朋友叫人就一起去 去坐下感受一下 反正没去过 臭下热闹 就是这种心态 当时我们整班人去到维园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会发现当时的气氛 其实是超级正的 然后旁边又会不停有些音乐 很高热闹 很高热闹 不停播放那首自由花 那首歌曲 旋律来说是挺好听 有挺洗脑的 然后当时就每个人又拿着一支蜡烛 然后每个人都坐在那里 听别人去说话 听别人去播片 其实那时的气氛 是真的超级浪漫的 其实是和大家去参加一些演唱会 去到最高潮的时候 然后整个演唱会的观众 大家一起跟着偶像去唱歌的情况 是一模一样的 在那时 你整个人的脑 其实是会放下所有的戒备 在那时 人家播片 或者是说话 只要是比较感动 比较煽动到情绪的话 其实当时的脑 是不会处理到 究竟他说的是真还是假 但是你就会觉得 自己情绪很亢奋 很高涨 很高热 所以我其实是挺了解 为什么我身边的朋友 他们直到现在 他们全部都是坚定不移的黄尸 到了现在 还是继续坚信自己那一套 就算我再给多少真相的影片 给多少正常人的资讯 他们去听 他们全部都是直接鱼了政策 假扮看不到 不看不去接受 不去了解 而我就是因为过往发生过很多事 令到我给普通人及早看得清楚这个世界 早过19年前 我就已经是正常人 正常的颜色 不过我的事 就迟点再说 还有最后一个原因 就是究竟是因为什么 而令到那群年轻人沉下去呢 即是你由中学鸡时期直到现在 都起码十年 究竟为什么十年时间都不会令到那群人清醒呢 其实最大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正常人在网络战的失利 其实那群黄色的人 他们的网络战 一早已经在十年前做布局 因为在十年前你去YouTube也好 去Google也好 你上网去打六四真相这四个字 基本上你是会清一色 看到全部都是那群黄色思想的人的影片 即是那些是会不停去抹黑中国 抹黑共产党的影片 而且那些影片的制作质量 是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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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可能上课看完之后 他们会再自己上网查一下 当他们自以为自己才是聪明那群 自己去上网去找更多这些影片去看的时候 结果就跌入别人的陷阱里面 就被人洗脑了 因为其中一个能够成功去洗人脑的其中一个技巧 就是你要去给那个被洗脑者 令到他觉得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人 要令到他觉得他才是 比起其他人知道更多真相的人 因为这样才会令到他们 更加愿意去深深情愿 相信和坚持自己那一套 对于特别是现在 我们这些正常人对他们的一些劝解 去劝他们了解真相的时候 他们态度是很差的 他们就会说 你认识一条春吗 你都不认识讲经吗 因为他们会有这种反抗的态度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才是 知道更多的那个人 老实说 其实我们正常人的网络战 起步迟过别人太多了 起码迟过别人太多了 起码迟过别人八年了 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资讯战 基本上是由2019年才慢慢开始崛起 到了这个时候才更多人勇于发声 勇于发掘当年的真相 让真相浮现给更多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和我同龄的中学生 他们的脑子早在10年前已经被人霸佔了 大家都明白 寄生虫的事情 当他们寄生了入你的脑子 你要把它剔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更何况寄生虫的坏思维 因为坏的思想已经扎在这里 8年10年 所以更加难让他们做出一个改变 所以我这个年纪 我身边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年轻人都没有 好像我这些正常人正常眼色 可以说是奉无伦各 所以这么久以来 我一直都没有一些同年龄的同辈朋友 即是同阵营那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是这样 拜拜